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刘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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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靠什么过日子呢 我也很好奇 但我就是过下来 靠明晓琪来养你 这招还真是厉害 阿兵啊 这不是办法嘛 你明明可 在我的事不用您操心 对 我干嘛请您操心啊 不过呢 我给你个建议 是实务者 会俊杰 要报仇 十年不晚啊 你何必其余一时呢 谢谢提供提醒 没事我先走 好喜欢这样晚上散步回家的感觉 嗯 你是永远都不嫌累的神力女超人啊 嘿嘿 不过 可以跟莎莎学姐当朋友 真是件令人开心的事 会蛮意外的 现在要读书 要打工 能够像今天这样轻松吃大餐 然后再散步回家的机会 很难得 所以 靠明小七来养你 好 老刘兵 怎么了 你干嘛突然不说话 没有 没事 走吧 所以啊 露西 你会不会太夸张啊 连个章都盖不好 会啊 我觉得我盖也蛮生动活泼的 那我让你的脸也生动活泼好不好 我想让明小夕加入我们这个圈子 可是她平常穿着打扮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穿着什么五指袜 不会啊 去过她的家乡 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看 拜托 这不是光雨好吗 而且她一天到晚带着扁蛋出门 我真的不晓得她在想什么 我可以改变她的 改变她 五指袜村来的五指袜人 怎么改变啊 水费破表 天哪 电费也破表 林瑞喜 干嘛 你要是半夜在组团打在线游戏的话 晚上的电费全部由你出 干嘛这样啊 不是说我各自分担 小夕同学 来 来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赶紧去打工 没消息 跟你说件正事 虽然学长呢 在我心中是最佳的幻想对象 但是 这里除了我们三个假有钱人之外 我好像还发现了第四个假有钱人了 什么意思 我发现学长除了沐爷爷 会给他送一堆的蔬菜来之外 其他任何开销都是你在制服对吧 这 千万别跟我说这是江湖旧集 这种古装剧里讲的台词啊 对 对了 反正 反正 从这个月开始 所有的水电费瓦斯费 我都会分成四等份 学长的那份呢 就劳价你去收一下了 如果收不回来的话 那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美容你干吗这样啦 拜托 你们现实一点好不好 学长他长得再帅再有权力 也要吃喝拉萨睡啊 而且他的这些开销 我们干吗要帮他支付嘛 那他明明就可以了 这不是在整我们吗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我会帮他负责 小夕 撑得住吗 可以啦 我打工再多安排几个小夕就好了 没问题的 小夕 他们可以走了 我下去 那小子 应该会有动作才对 刘长 您说的是沐流兵 他要是想在我们铁家以外的地方 找工作嘛 应该是 都不会顺利财的 那是当然 而且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跟我们铁石器有无关 都无关 都无关 绝对无关 他要是想找工作 这辈子 也只能替我们铁家工作 可是那是当然 是 你 这张白白的星球 真的会帮助你分辨得漂亮吗 不能笑 不能笑 啥啥就会笑 一句会浪费点 林小夕 我问你 自从我租金来之后 每个月的开销有多少 你 你方便多敲两下门再进来吗 敲 热眼 你干嘛常问这个 没什么 只是想知道而已 是不是铁婆婆跟你说了什么 还是你听到了什么 你不要担心好吗 那无关 我只是不想让你每天为我那么辛苦 我OK的 别想太多了 但是你每天打那么多工就是为了帮我负担 没有啊 忽然就要打那些工 你这分明就是在养我 什么啊 老母 老兵 你在说什么了 老母 老兵 老母 老兵 你到底怎么了了 老兵 奇怪 你刚刚不会是这样拍着一张两个老兵 老兵 你说话吧 老兵 老兵 我没想要去养你 这招牌真是厉害啊 不行 这下就不行 这是什么 这是我去年闲着没事的时候 发现一些企业做的市场分线写的计划 所以呢 你给我们看自己干吗 我决定 开子节开子赚钱 是哦 可去年做这些 你不是嫌投资报酬率太低 买量重机就没有了 现在不一样了 需要帮忙吗 再帮忙问问看有没有需要就好 好 我去问问你 所以你要自食其力开始工作了 不管怎样 我们都会支持你 有困难一起克服 我在 我也在 来 谢谢 我回来了 我有带香蕉回来了 嘘 安静 你看电视干什么不快声音啊 会常在工作 我先去睡觉了 拜拜 那我们都被我不说过了吗 我打工 不要跟我说 我工作赚钱是迟早的事情 可是 不要再说了 这是我的亲 咖啡我今天就比较糙了 我干嘛害怕 那可以跟我说一下 你是要做什么吗 我在帮企业做一些市场分析 和行销计划 是哦 你要帮企业做市场分析 跟行销计划 你还是大学生 只要我的分析和行销计划 可以帮助他们赚到钱 谁管你是大学生 是哦 老母溜冰在精英会会上 真不是该的 咱们是市场分析啊 好 你过来 我给你解释 你不要偷袭我 过来啦 这些啊 是市场调查资料 根据我运用统计学的原理 分析市场它的销售变化 好 好 从市场营销角度来看啊 它是市场调查的组成部分 和必然结果 走吧 同时啊 又是市场预测的前提和准备过程 这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 它涉及到的经济学 统计学 经济计量学 运筹学 心理学 社会学 语言学等各种学科 我发现到 比如股市的账点 一般人都会赢 这家伙 还真是能吃能睡 没有任何事会烦到他 我这个老母溜冰 才可以跟他多学寻啊 空手当社长又在比小不点 可是小不点就这么做不到啊 这么厚一点 它怎么会飞得断 怎么 看来 结果能帮它了 放开那个女孩 放开那个女孩 太 太强了 碎了 告知 雨晓鑫 等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是明晓鑫 全校就只有你会打扮成这样 学妹 你现在是空手到社的正式社员了 久闻学妹 功夫了得 今天总算是开了眼界 还不错 学姐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能参加啊 不行 不行也得行 下礼拜我们就要跟金城大学比赛了 你给我参加 学姐 真的对不起啦 你知道吗 我现在要打工做生活费 我还要好好读书 我真的没有时间了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学妹 等一下 学姐 年轻人 你这份市场分析 与行销计划的计划书写得还不错 不过 我是以学生的程度来说 而本公司是正式的商业机构 不是学校 所以 抱歉 了解了 那我就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 明白了 这是在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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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好 做得非常好 但 我有来过吗 没来过 没来过 当然没来过 没来过 没来过 那我怎么照顾你啊 先生 我 我 我 再见 这小鬼怎么会得罪铁理事长 搞不懂 不过他这份企划书写得还真不辣业 先生 学着点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别乱碰 免得出事 真糟糕 乌漏偏锋林夜雨 这阵子又要考试了 可是不多再领工 生活费肯定又不够 看来这边有一片乌云 这学长 帮你把乌云赶走 这 其实我 我可以自己拖开 为什么测哥哥 总是出现在小夕身边 飘飘 飘飘 你那边去 你干不错 如果科学生长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帮你 真的吗 谢谢学长 麻烦你了 测哥哥帮小夕挑的礼物 小夕也好喜欢 测哥哥真了解她 越来越危险了 我要加倍小心才行 爱的紧急大作战 马上开始 谢谢 小姐 加油 先生 请问 老母高兵 你 你怎么会来啊 你找事情找得怎么样 没关系啦 再见再厉 我没事啦 你不用管我 我忙你的 我只想来给自己 加一点正向能量油而已 正向的能量油 好 我帮你加 先生 请问今天要加多少的正向能量油 帮我加满 好 好 那今天就大放手了 不用钱 好 知道了 谢谢 拜拜 加油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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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带来的提案笔稿 我们非常谨慎地决定 把这案子交给你 顶尖工作室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不行 不行 可以 可以 好久不见 雪地 是她 难怪我的提案没有被选中 霍霍学姐 你怎么会回来 女人哪 通常你的名字叫做可悲 你又在乱讲什么 我没有乱讲啊 你看你自己辛苦打这么多工舍不得吃 浪费钱买这些是怎样啊 可是老母老病找工作很辛苦啊 外老他一下也没有做法 外面的花花世界 你的未老有用的话 就不会有小三了 什么意思 什么是小三 没什么 不懂最好 心理学家曾经说过 男人其实都是未成熟的孩子 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 自己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能自我控制 是吗 譬如说你费了很大的功夫 准备了一大桌她喜欢的东西 说话跟我讲学 你期待她回到家 能被你的努力所惊喜 是啊 是啊 很不幸 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诚实的话 就是 你想太多 我今晚跟人有约 不知道会几点回去 你先睡吧 不会吧 很失望对不对 所以 你现在想靠自己的能力找工作 算是吧 好 事隔三日令人刮目相看 汪于三公子的老大慕刘斌 竟然要靠自己的本事闯天下 不简单耶 有方便的捷径不走 偏要选男的路 你真的长大了 怎么样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情 可以告诉我吗 学姐 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要先走了 你不要不太烦 这样 这样子 我就开门间下的说好了 今天我看到全新的慕流兵 突然有一个新的想法 什么想法 我现在手上有个案子 想不想要试试看 我相信你懂 在外面闯 光是有能力是不够的 没有机会表现 其余都没谈 而我 正好有这个机会可以给你 我坐看看 你回来了 今天比较晚 辛苦你了 谈工作上的事 那肚子一定暗了吧 我有准备一点东西 这是一点 还好嘛 要不要帮你问一下 没 没关系 好吃吗 好吃吗 我找到新工作 你的加油 真的很有效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我碰到一个学姐 她叫Coco 她愿意帮我 是喔 好吃吗 不好吃 你掉了蛋 也不好吃 不过你能找到工作 真的是太好了啦 真的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笨蛋 你准备也当然好吃 真没想到 一回国就遇到她 那我留冰这家伙 真的变了 以前不可一世的交气不见了 变得成熟扎实多了 但是 下午那场比稿 也不知道是谁主导的 墨留冰明显比那个团队强多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摆明的是她被打压 不过 这家伙几年不见 变得可爱多了 摆明的是她被打压 不过 变得可爱多了 这家伙几年不见 好 阿兵 工作找得顺利吗 我想说 干脆 干脆我去帮你和铁伯伯说一声 让你去他那儿上班吧 铁伯伯 对啊 铁伯伯不是一直想再陪阿兵吧 其实他也挺好的呀 不用麻烦了 谢谢 其实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是跟Coco合作 好 那恭喜你了 等一下 Coco 不是吧 真的是彻底表姐 今天会前任会长那个Coco 他 他和我们不是超级不对盘的吗 这个人不能用我 这是我新嫂的合作伙伴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啊 他是哪位啊 大学都还没毕业能有多厉害 还有呢 更重要的是铁市集团的西山 才刚刚跟我说过 他说这个人跟他们集团有些纠葛 叫我千万不要碰这个麻烦人物 结果呢 结果呢 你竟然找他来帮忙 铁市集团呢 你不是顺心找我麻烦吗 铁市集团你怕 我不怕 这样可以吗 好好好 就算你不怕 你找一个大学生来负责这个案子 也太扯了吧 虽然他只是一个大学生 可是他是光瑜大学的精英会会长 又是牧师企业唯一继承人 你说 他会是一番人吗 好 你跟他很熟 熟 他是我学弟 那好吧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难道我们之间就真的只能这样 谈公事吗 Coco Steven 我讲过了 我会继续留在这里工作 是因为我相信你了解我的能力 也会让我自由发挥 而不是因为我们亲的感情 如果你现在还要拿我们之间的 好 你不要这么激动 我们又要你怎么样 如果你不想谈这个我就不讲 OK 那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不要误会 是公务上的办理 你这样也太熟了 我太太她不适合那种场合 你也知道了 就当做是帮我一根包 拜托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那明天下班我们一起走 不要偷溜哦 好 太太太了 好 太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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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太了 好 太太了 四老四 四老四 那她合作对象是Coco吧 对对对 好像就是叫什么Coco的 听说是彻学长的表姐 也是工与毕业的 她之前也是精英会的 刘斌啊 这是接任她的位置 是哦 她没跟我讲 不过上一任精英会会长是女的 那她一定很厉害 何止厉害啊 还是很漂亮呢 是啊 老母溜冰真心 遇到贵人嘞 贵人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我可不认为她是什么贵人 怎么了吗 这么厉害的人讲老母溜冰合作 不是很棒吗 但 那 到 到底怎么了吗 好了 算了 可能啊 是我想太多了吧 既然刘斌都没有告诉你 那 我还是不要多事了吧 对啊 参参学姐 你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啊 仙弟 kalau说这事 是什么之前 事情体以后 也不是了 我想起情 但是不是假装 所以我希望 万一我只有蛮力呢 你真的变很多 以前我曾经很讨厌 你们三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那时候我们也很不喜欢 你特立独行的态度啊 臭屁的学姐 慕留兵 我觉得啊 现在的你跟我联手 一定是天下无敌 我是希望赶紧赚到钱 你不怕吗 和我一起工作 你不怕吗 怕什么 怕被我吸引呢 有跟稀网的吗 你的不解风情 应该是你唯一没改善的地方 我没有 那就让我们好好地做吧 在工作上 原来这个可可学姐长这么漂亮啊 可学姐那么正 如果我可以跟她一起工作 薪水最少我也愿意啊 薪水 对了 李瑞希 我上个有电费呢 你怎么没交给我 好想睡啊 我先回房间 我安 我先回房间 林瑞希 你明天给我交出来啊 否则让你好看 这些男生真是气死人 都一样个个见色忘忧 这个可可姐啊 当年在光雨可是风云人物 她敢爱敢恨的感情生活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呢 她这么厉害的女人 难怪毕业这么久了 还有人在说她 四龙 这么有魅力哦 所以小夕啊 你要当心了 这种女人你是对付不了的 要对付什么 还有啊 你这个穿五指袜的习惯 最好赶紧借了 拜托 这跟我穿五指袜有什么关系啊 学长回来了 那 那我回房了 你们好好相处相处吧 你晚餐没吃吧 我去帮你擦碗面 谢谢 老母溜冰 我帮你 老母溜冰 老母溜冰 你真的好辛苦哦 你加油 不管可可是何方神圣 你放手去做 我都会相信你的 冰哥哥 浩雪 冰哥哥 你走那么急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公司啊 那我还有个会要开 我先走了 为事业打拼的男人 就是不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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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雪 浩雪 你不要看 你看看 你 你刚看 你们今天是怎么了 一个比一个孩子啊 你慢慢讲啦 你干嘛不看我 不要不要 他刚刚还在这里 然后后来说 他去上班就走掉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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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们是怎么样啦 在玩猫捉老鼠 我在家里动了一锅机 他要拿给他 去经会找他 谁知道 他们说他刚走 所以我现在要追上去 原来是这样 你们真的好像老夫老妻 你还炖鸡汤 看来是我多虑了 你们真的好甜蜜 哪有啦 对不起 我叫你 对不起 没事 好 小溪 你 你可以叫我炖鸡汤吗 你也想学 好 好 下次 下次我们走之间 切磋 切磋 好 你答应我了 好 没问题 一言计数 是吗 难尊吗 那我先走了 你们是吗 我OK 我OK 你要教我 好 好 走了 好 拜拜 蛋鸡汤 为了彻哥哥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 是聊得有模有样的吗 明山历年以来 我们调查过的总共几次 我看 我还是在外面乖乖等他 没有任何威胁的 嗯 那你交水 你觉得 是 对于一些人讲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 酷酷学姐 本人比照片更出众了 而且 她看起来也好厉害 和老母溜冰一样 都是外表出众 能力又强 我 真的没话讲 典型的精英分子 明晓溪 好像真的差太多了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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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我们就再猜一些图表 小心 你终于结束了 这位是 你好 你好 我叫明晓溪 我是慕流兵的 好朋友 谢谢你给我们机会 谢谢 对了 动我一下 动我一下 我啊熬了一锅鸡汤 很古的哦 天气冷啊 喝那个最适合了 你要不要也来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种天气送鸡汤真的很贴心 很贴心 很贴心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这样吧 你休息一下 等一下到我的办公室继续讨论 好 你等一下还要开会 对啊 等一下要跟Core讨论预算的内容 就你们两个 是啊 就我们两个 怎么了 没事没事 那鸡汤 你先放上这吧 然后我右边我送鸡汤来 是不是不好啊 好 好 那我先去工作了 是不是不应该送鸡汤来啊 我们都不也这样觉得吗 你要不要来一碗啊 没小心你到底在干嘛啦 什么时候变成这么负面情绪啊 你怎么觉得大家都在嘲笑你 还跟那个什么可可姐姐 老母六年才会被想失 应该觉得很开心啊 想这么多有的没在干嘛 好 不过跟那个可可学姐比 我简直是 很喜欢我 天气这么好 谈什么生意 谈恋爱多好 没有 奇怪 电视剧上不是说 眼神话口音的吗 就像以前 大家都以为 你是金英会会长 未来的夫人 可是现在不是证明 只是谣言吗 既然你赢不了 那就让我帮你赢吧 可可可 你等了 走 送我去医院 好 走 你先回去吧 我送她去医院 到我最近的医院 都没有 就看了 好 咱俩 幸福早已 不在附近 相远的像一场梦境 爱你我已用尽全力 仿佛爱你就能开静 难放的是海拥有的回忆 我陪你渡过的雨季 难放你的温柔 消失在你模糊的背影 你在哪里 在谁心里 难放的是曾有过的约定 就算你有一生黎泞 难放孤单的你 独自依然走过这雨季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还在雨里 无法离去